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来NURLM频道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粤剧名领李香琴的演艺人生 李香琴生于1932年1月13日 作于2021年1月4日 李香琴的原名叫做李瑞琴 一般人都叫他琴姐 他的直观就是顺德的勒留人 他曾经做过粤剧,也拍过电影 后期也参加过TVB和亚洲电视的电视剧演出 李香琴的宗教信仰是佛教 她的丈夫是肖仲昆 1950年结婚 但很不幸运,1957年已经离婚了 她有个女儿叫肖子坤 李香琴的爸爸叫李炳光 妈妈就资料不长了 李香琴的出道作品就是黄飞鸿大闹花灯 李香琴就因为他在电影 他曾经拍过一套电影叫做烟鸯江遗陷 李香琴里面,他就飾演一个反派的角色 他在这套电影演出的反派 演得相当出色 因此就因为这套电影的角色成名 之后就长时间在电影里面 都是飾演反派了 因而成为了粤语片年代 少有的反派女国代表 她有一些称号 她的称号叫做一代奸妃 又或者有些人叫她做西公琴 因为她经常做西公娘娘 一直到1970年代 她加入了电视圈之后 她才改变气露 做一些正派的角色 李香琴就有一个契父的儿父 就是著名的影星张活友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李香琴的早年经历 李香琴就是生于信德 满月之后移居到澳门的重庆坊 早年就在盧石堂这个營地大街 曼昌堂的药材铺楼上居住 她爸爸就在澳门经营钱庄 和一些米泡集货生意 她就在白甲巢工匠街 一间私立学校 叫做丽群学校那里读书 就是丽群学校1944年第十二届毕业生 李香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就已经参演校内的画剧表演 她从小就因为经常去平安戏院 就看任劍辉演出这些粤剧 因此就爱上粤剧 加上她自己也喜欢在舞台表演 所以当她在十四岁那一年 就拜了蓝花蛋、小鵬鵬 和明灵欧瑞芬做师傅 就学艺了 后来又转头谭秀真 和盧凯天的门下 并且在1948年 就跟随日月星剧团 去到广州那里演出 其后她又加入了 陈锦唐领导的感天花剧团 成为了陈锦唐领导的女弟子 由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就开始扎根在香港粤剧界 李香琴凭着她的个人努力 一路由梅香角色 一路作声到二邦花蛋 而且她更加有二邦王的美语 所谓二邦王 即是在粤剧里的第一女配角 和当时八位的二邦花蛋 合称九大者 在1950年 她就和另一个粤剧老官 萧仲坤结婚 结婚不久 就旦下了她的女儿 萧子坤 可惜这段婚姻 只维持了七年 在1957年 就离婚 离婚后萧仲坤 和女儿 移居到加拿大 之后 李香琴一直都没有再婚 后来有传她和谭炳文多次合作演出 并且曾经合之成立多间电影制片公司 因此外间传言两个人在商戀 但从来都没有得到双方的证实 其实 李香琴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 他的弟弟叫做李树佳 李树佳在1959年出生 但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李树佳也在1970年代 他带入了电视圈 曾经在多部电视剧上演出过 但李树佳天生好祷 不得好仔 在1996年欠下了三百万巨仔 从此令到李香琴迫着要和他公开宣布断绝二人的子弟关系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李香琴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停一停,休息一休息 感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和这一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李香琴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